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专门针对就是法拉利的忠实客户 所谓的那种VIP中的VIP 所推出的一个计划 就是说我今天特制一辆 就是比试售车性能更强的车款 可是你不能在马路上行驶 你就只能在指定的赛道内行驶 然后忠实的客户 他们可以拥有这样的购买资格 可以拥有这个车 可是我并不能说天天开 可是这一次呢 推出的在SF90XX呢 它很特别的是 它是第一台这个XXProgram的 可以在道路 一般道路上驾驶的车辆 所以说你看这台车 其实它两台车 一台Stradale它限量799台 然后Spider限量599台 这个一推出马上 就是我们通常看到这个超跑 现在就是一看到新闻 就是已经完售了 这个你也不知道说 这个到底多久以前 这些VIP车组就已经知道这个消息 因为它是VIP 它才会知道 我们这种市井小民怎么会知道 我们通常知道的都是 你那种完售的消息 是 然后当然大家应该很好奇说 那它这台车的售价到底如何 对 像SF90它的标准版 在台湾的售价 大概是2400万元起 就是不含选配吗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台车它比这个SF90标准版 有拥有更大的马力 它有1030匹的马力 它是这个V8双涡轮增压引擎 加上三个电动马达所组成 然后这台车呢 0到100加速2.3秒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这个性能是相当的强劲 另外这台车呢 大家这时候就会想到说 刚才不是提到说 你上了Z 为什么台湾不能卖 可是这台已经是猛售级的操牌 它有办法通过环保法规吗 对 其实呢 这个我简单来说 噪音测试也过得了吗 就是台湾的噪音的法规 其实它是跟着欧规的法规 就是台湾的造型法规 你可以在国内认证 也可以在国外认证 那如果说你在欧洲 通过欧洲认证 基本上就是可以符合台湾的法规 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你可以在欧洲 目前新车在欧洲 可以贩售的车款 基本上来台湾贩售是没有问题的 那至于像Z 甚至像GTR也是一样 因为它就是已经 无法通过欧洲那边的认证 所以说它欧洲也没办法贩售 欧规的这个Z的新车 自然而然就是台湾也没办法贩售Z 原来是这样 好 我们看完了法拉利 有史以来最强的公路跑车之后 接下来看看三轮的上空跑车 在台湾也有哦 不过这个三轮的跑车 到底能不能挂牌合法上路呢 其实这台车 对 从2014年那个时候就有 已经导入台湾过 以Morgan这个品牌来讲 可能很多人不是那么熟悉 那其实在注重这种汽车文化的英国 很多这种手工车厂 其实当年是百家之名 那像Morgan这个车厂呢 它就1910年就成立了 目前也是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那这个水灰的这种三轮的车 在1911年就已经诞生了 那跟我们中华民国的年龄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车 我觉得开的不只是一台车 我们开的是一个文化 是一个精神 是一个情怀 对 是一个情怀 是你一百年前当时的人 你开这样的车 你现在也可以开到这样的车 那这个Super 3 最近在国内上市的时候 它售价是两百七十五万元 那它跟我们之前看到 所谓3Filler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运轻 有非常大的改变 当时我在2014年很多人 我很多汽车媒体都有开过 3Filler这台车 其实很魂淫梦牵啦 就是说虽然它不能挂牌上路 我们当时挂试车牌 也是体验到了 那当时3Filler是用V缸的引擎 而且是来自哈雷的 那当时的整个排气量有 一千九百九十cc 是怎么高 那它开起来很机车感 就是很机车 很机车的感觉 真的假的 三轮开起来很机车 对 它的引擎就是哈连 我所谓的三节拍的那个升浪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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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整个当时又是用 所谓的钢丝圈 那开起来喔 它的路径确实是需要去 跟一般的四轮去做一些改变 了解 因为它的前轮是两轮 后轮是一轮 其实它的路径的选择上 可能需要靠比较大的拳 那加上它又是开放式的双座 其实你戴安全帽会是比较适合 前面只有一个小小的挡方玻璃 它速度其实很快 大家不要看它那么轻 它的整个马力是一百一十八匹 那零到一百加速可以在七秒完成 配五速手排变速箱 那最高的级速可以到两百零九 那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它 它是一台真的看起来很复古的 算是一个方卡 那国内我目前可以想到说 你可以让它上渡 就是像我当初讲 可以挂式车牌 或许是可以解套一个方法 不然这样子的车 很多人是把它拿来当收藏用 对 那所以在国内市场 它算是一个蛮特殊的方卡 其实你开在路上 真的还蛮吸睛的 艾大你是不是就有开过 有啊我之前就是这个 浩生刚刚讲的时候 这时候我有上路开过啊 真的是这个完全 就是一个摩托车引擎的声音 然后只有单人的这个挤得进去 那另外呢这个开起来呢 这个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的 什么都跑不掉 然后前面呢 这个中华尖打的快递车开过去 你都闻得到它燃烧是否完全 但是开起来可以带给你那个感受 是非常非常独特 而且有强烈的一个这个驾驶感觉 不过有些人喜欢跑车 有些人也喜欢收藏这种越野车 对不对 最近有一些越野车的新消息 艾大师不可以跟我们讲 以后未来的路上可能会看到 这个就很有趣的 你知道我现在开那个叫做Defender 那是Land Rover的品牌嘛 那Defender其实我们很早见 我们不是去英国看了他的这个 阿公始祖嘛 就是细细咖咖咖的这种 对 四四方方这个老Defender的这个车型啊 那现在你买得到吗 买不到 因为他已经停产不再生产了 那当然有这个有钱人总是比较任性的 就英国的一个富豪 其实他是一个石油公司的负责人 那这间石油公司就叫Innos 那他就想说那我来跟Land Rover 买这个Defender的模具 我再来重现他的生命 重新的生产它好不好 那当然Land Rover是断然拒绝说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呢他想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算了我自己来做好了 我就跟老Defender致敬 所以他花了大钱啊 我据说是六十几亿的样子 直接买下了这个以前车厂的这个生产线啊 然后开始参考现在新世代的一些越野车 然后呢再来是比照这个Defender的 这个早期的四四方方的这个外形 来去做打造 那当然啊 因为专利啊法规的问题等等等等啊 只能长得像 只能长得像 但是没办法完全一样 所以呢在这个老Defender玩家的这个口中呢 这个Innos的这个Grenadier 是有点像做这个狮身子的感觉 那不过呢这个车子其实前两年他就有来台湾 就是说开了一些跟媒体开了一些这个聊天啊 说未来我们想要导入这个车子啊什么什么什么 最后呢这个代理权是落在泳山汽车的手里啊 泳山汽车你知道卖的都是什么 高级的 超跑品牌Bentley啊 这个麦拿伦啊 奥斯兰马丁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品牌啊 说实在这个品牌 现在会导入台湾 那目前台北台中都在盖展示中心了 其实现在你到内湖的Bentley进去 说你要看这个车啊 所有资料通通都有啦 那现在价格的部分呢是卡在什么 卡在它可能要进的是二四年式 所以在配备规格上面还有一些些落差 价格还没有完全的出来 不过根据我身边几个车友都已经 都已经订完车的车友表示说 大概落在四百多万左右的一个这个价格 因为国外的很多已经有人去试过车了 开箱过了 他把定位在大概是现行款的Defender之上 宾斯的G Model的之下 所以这个价格来说看起来在台湾的售价 你说合理不合理很难说啦 因为如果你比对美国跟英国的基础版的售价 大概就两百万台币左右 那现在变成四百万多四百多万喔 当然因为规格配配选配的不同啦 另外还有一点这个 Innos这个创办人说的一句话很好笑 我们要打造一部像Defender致敬的这个车 而且不再会漏水不再会抛锚 这句话讲的就非常有趣啦 他现在采用的是BMW的这个B58的3.0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动力非常强啊 看了一部老外壳 然后排气管一改也是会放爆 然后当然配置的是这个ZF的八速变速箱 目前号称全世界最好不会坏的变速箱 就在这台车上 所以相当相当的有趣啦 哇车迷朋友们 未来在台湾的道路上 你就可以看到Innos的Grenadier喔 但是我们讲到这个越野车的话 当然不得不提到地表最强的越野硬汉 那就是宾市的G-Car了 听说在国外有新消息啊 对啊 其实这台G-Car呢 你知道它是最早诞生在1979年 刚好跟我同年 然后所以说这台车呢 它到现在已经要走入45年的历史 然后呢第50万辆的G-Car也已经下线 生产出来了 而且在第50万辆的G-Car呢 你有没有看到它的外表相当的复古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是要致敬 就是当初第一代的那个G-Car的那种外形 包含说它采用这种龙蛇蓝绿的这个涂装 因为这个也是当初就是这个第一代G-Car 比较普遍用的这种所谓那种 接近那种大地色彩的这种涂装 然后呢它的这个头灯你看还有加一个就是防护网的这个设计 它就是避免在越野的时候这种那种石头啊什么打动针距 还有一个我还蛮喜欢的就是它这个黄色的这个方向跟垢 对因为这个现代其实都是用这种白色的设计 对对 然后它这个黄色的确就是很有这种复古的特性 而且现在脚灯都做很大 它反而变比较小一点 对啊没错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也是比较那种经典版的轮圈 因为现在G-Car呢 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轮圈越来越大 对那种20寸22寸都有 对然后多幅式 对它这个你看它采用这种比较小的轮圈 这个大概18-19寸而已 然后搭载这个胖胖胎 就是很有这种就是历史感的感觉 然后呢你看它的这个车尾 它搭了搭配了一个这个小楼梯 这个小楼梯其实我在路上看到很多就是开新的G-Car的这个车主 也是为了就是那种有比较那种复古的情怀去装这样的小楼梯 然后呢这个备胎盖也不是那种硬式的外壳 而是用一个就是那种软式的这个外罩给它照上去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经典的这种格纹的这个座椅 这个也是相当复古的这个设计 然后呢这个G-Car呢它另外呢 就是说推出了这台G-63的这个黑金版本 这个Green Edition版本呢 它就是采用你看它黑色的涂装 然后呢像这个轮圈啊 还有那种车身的一些饰调啊 这些就是采用这种比较那种香槟金的配色 还有这个轮圈盖就是刚才有讲到新G的这个硬式的这个轮圈盖 也是这个采用这种就是香槟金的涂装 然后这台车呢限量1000台 1000台 这个50万辆的这个 这个是只有一辆哦 只有一辆 对就是第50万辆就是这一台这样子 那所以应该已经就是名车有主 对没错 对啊 我们能期待就是全球的限量1000台 1000台 可是呢另外呢其实呢 这个G-Car呢 它还有推出一个所谓的G-500的V8 Final Edition 那它这台车呢 它其实也是限量 可是它比这个1000台再多一点 它限量1500辆 那这台V8 Final Edition 为什么要叫Final Edition呢 其实这个跟下一代的G有关 因为呢像我刚才提到说 这个G到现在已经走入这个45年的历史 然后这一代的G 它是从2018年推出 到现在也差不多要大改款的时辰 其实跟相较于前几代G比起来 这次的改款动作算是相当快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G它要推出电动车 对 所以下一代的G呢 它是就是电动车跟内燃机的平台 同时推出 所以说我刚才提到的这个V8的Final Edition 为什么要叫Final Edition 因为下一代的G就不再会有V8的内燃机引擎 真的喔 所以表示它就是因为可能是环保的关系 对 可能就没有V8 对 就用比较小一点的排量 没错 据说下一代的G呢 就是你排气量最大最大 刚速最多最多就是3.0的V6 就是像500是不是 对没错 就是之前的这个G500的V8车型 它是搭配这个4.0V8双欧轮增压嘛 然后呢下一代的G它变六缸 它说不定它的动力跟这个V8版本输出 是差不多的 可是你可以想象一下V6跟V8 你这样开车的感觉其实就差很多 震荡也不一样 震荡就不一样 我觉得那种扭力输出的感觉也完全不同 然后呢至于这个EQG呢 据说就是2024年 也就是明年就会正式推出了 也会跟这个新一代的G 就是一起亮相 一起同步的亮相 对我们也可以期待看看喔 所以这一代反而比较值得珍藏 对 因为V8已经要没有啦 对像我刚刚讲这个V8范围 虽然限量1500台 可是呢它在欧洲当地的售价 它比标准版的G63还要贵喔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台车收藏价值相当高 它是最终版的这个汽油V8的G 真的喔 好谢谢阿克提供这个消息给大家